为了展现学校推动弦乐的成果 中校国校之前在埔里一文中心 办理音乐会的活动 特别的是 今年的音乐会 结合亲子职人员游会来办理 不仅在弦乐表演舞台上 与学校家长来合作演出 也在家长后员会的号召之下 家长们用自己的职业来摆摊 并办理DIY等亲子体验活动 借此增进亲子的情感 今天的这个音乐会 是由我们的中校国小 弦乐的家长后员会来主办 那我们后面看到的这些市集 其实不是外面找来的 就都是家长他们一起来共襄胜举 那包括今天音乐会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他们把一位家长 他会做提拉米苏跟披萨 然后现场邀请到舞台上面 然后跟着孩子们一起来揉面 然后做成这个披萨皮 然后还会甩这个披萨皮 那现场就有我们中校国小 弦乐团的小团 来担任一个现场配乐的演出 县员淑玉成表示 弦乐团加上职人共同演出 也非常具有创意 相信对于孩子来说 也有很大的启发 弦乐团的表演 他加上职人 披萨的表演 也可以说非常的创新跟创意 我想这是对孩子一种启发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棒 县员黄世芳表示 在中校国小校长及家长会的努力之下 让弦乐表演 结合职人来演出 相信也能够让孩子们从小对许多的职业有所了解 让他们未来选择发展方向会更有帮助 那中校国小在曾校长还有家长会的率领下 有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弦乐乐团 再加上家长会有一个是披萨的一个家长 来一起结合 来创造出让孩子有 可以让他从小有一个职业的一个观念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 鲜远吴国昌表示 将音乐结合职人来演出 非常别出心裁 是一个跳脱传统的演出方式 除了祝福他们音乐会圆满成功外 也期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努力 让中校国小弦乐团的发展可以越来越好 那么这次他们的表演 可以说跳脱传统性的这个格式 格调 对着跟这个披萨来结合 跟上花的结合 这是真正有创意 别出心裁的一个演出会 在这里国昌也来鼓励他们 也来很诚勿 今天这个音乐会圆满成功 副义长派一圈肯定中校国校 推动小学特色发展的用心 也期望在曾校长以及家长会的支持 中校国校弦乐团能够更加精进 将来有机会 也可以为南投县争取更多的荣誉 记者成为一 普立真采访报道